前面三局完成用37球 所以兩隊的先發投手 目前雖然說這個10分都還控制在合理的範圍 但用球數是差比較多 是 這個潘傑凱的狀況也真的是相當不錯 今年在攻守兩端確實都有進步 甚至也入選到了12強賽的國手名單 是 尤其他的攻擊 我覺得他的這個打中球的機率是非常高的 潘傑凱這個半局率先擊出安打 上壘 最後壘上的跑者走 高宇傑的球穿過來 抓到了 最後選擇是要倒壘 但潘傑凱沒有能夠成功 在二壘前遭到的觸殺出局 這個跑壘有一點可惜 高宇傑這個傳球實在是到位 不過傳的真的是很準 而且剛剛德博拉還是拿到一個好球 然後兩壞 胡俊宏這個球送到了右半邊 落地行程 安打而且球在往後滾 就這樣子 宋承睿卡朗下來之後再回傳 來不及阻止胡俊宏上德臉圈 中信躲過一槍 沒有錯 這是一個變速球 比較高的位置 今年德博拉比較多這種球被拘棄了 兩好一塊 高宇傑一樣蹲到外側 這個球打進場內 傳的出去形成安打 二壘下的胡俊宏來到三壘 選得把速度放慢 滾地球也蠻快速的 兩度對決陳盛平 其實德博拉跟高宇傑的想法蠻類似的 但是這個球都投得比較中間一點 沒錯 師隊希望能夠複製 2020年的劇情 當時他們就從1比3落後的情況下 連拿三勝逆轉 這個球回放落空 一壘跑在啟動 結果被抓到了 變成一個打包play 等到拉 三陣掉了陳忠宇 同時高宇傑把球送上 二壘抓到陳盛平 這等於是單舉頭 第二次靠著捕手幫忙來抓出局數 二壘